大家好,我是Stan FT INN的出生的Chemina和Labom出生的Yuri 在结婚5年后决定离婚了 而因为这对夫妻通过综艺节目 公开过育儿和与双方父母的甜蜜日常生活 所以他们的离婚消息给许多人带来了震惊 12月4号,FA系娱乐声明了Chemina和Yuri决定离婚的消息 Chemina也透过埃及表示 我们夫妻在长时间的讨论后决定结束婚姻生活 对于在年轻时决定组建家庭 并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我感到很抱歉 作为一名父亲 我会尽最大努力确保孩子们不会受到心理创伤 Yuri也透过埃及表示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和对话 我们夫妻决定互相为对方之后的道路加油 虽然作为夫妻在这里结束 但作为孩子们的妈妈和爸爸并非结束 所以我们两人都在尽最大努力 照顾并与孩子们沟通 Chemina和Yuri在2017年成人恋爱关系 随后Yuri退出了喇布 两人在次年一月宣布结婚 同年五月迎来了第一个儿子 并于十月举行了婚礼 离婚后三个孩子将会有全民兰养育 结婚很容易 离婚更容易 他们有三个孩子还出演了那么多家庭综艺节目呢 他们两人在育儿观念上不合 甚至在电视节目中也表现出来了 结果就 只要稍微看一下节目就能知道 Yuri非常贪心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形式才会满足 从她的话中总能清楚看她有一种心态 就是我小时候是这样 绝对不想让我们的孩子经历同样的事 她是那种自卑感和悲害妄想很强的人 如果夫妻不合 早点离婚对孩子们来说其实更好 现在是抽签时代吗 别再假装担心孩子因为离婚而可怜 或者担心奶奶的出京后 发表恶意评论了 这让人觉得厌烦 孩子的爸爸会好好照顾他们 妈妈也会经常见面 有时猫可怜的 如果你说喇叭的成员们可怜 那还比较能理解 下个消息是 2024年1月15号将发表新专辑的女团Mix 在12月14号发表了先公开曲 Sonyar Brea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Mix先曲Sonyar Break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就是这个 这就是希望在Mix那里得到的感觉 歌曲真的很棒 但MB的品质有点遗憾 这首歌怎么这么有趣啊 我本来觉得这次的猪打歌最对我的胃口 但原来是先公开曲啊 所以我对猪打歌更期待了 舞蹈看起来也很棒 这是先公开曲吗 MB的品质有些遗憾呢 而且服装总是让人觉得可惜 感觉服装造型没有很好地展现每个人的特点 中间那段粉红色的部分很漂亮 说实话很不好听啊 太平凡了 歌曲本身没有魅力 听了一次就没有兴趣再听了 感觉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虽然是先公开曲 但很雄伟且歌曲很好听 希望Mix能爆红 我刚听完 但旋律一点也没有留在耳边 不知道是因为这首歌不好 还是Mix Pop本来就难以理解 虽然可能看起来有点混乱 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地展现了Mix的风格 我个人觉得比想象中的要好 还望反应非常极端 所以对于Mix的新曲 Sonyar的Breaker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爱补成员们在得奖感言流泪后 向工作人员请求纸巾的NUJIS 天使兔子们 谢谢你们 太温暖了 希望爱补牛尽巾都只走滑路 请求纸巾